弟弟仗 一个身材性格的美女 正被后面这个西夫狼尾随 仔细看 她从华里掏出一个带针头的笔 刺向了美女 美女痛得啊了一时 她立刻转头查看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后她走上了电梯 没过多久 她老大开始发晕 就快要晕倒时 一个眼镜狼走了过来 挽住了她的手 并准备把她带走 而交引她的人 真是那个尾随她的西夫狼 很明显 这是两个狼人早有欲谋的反对 此时的美女虽然还有点意识 但毫无招假 只能让有眼睛蓝白布 由于车里动静太大 很快被便衣鱼警刘灵发现 她随后躲来过来查看 西装狼一看有人过来 赶紧再上了 便让眼镜狼扶好美女 以做掩饰 刘灵随后敲开了窗户 她扫了眼 看后面的美女情犯不顿 职业的嗅觉 让她很快发现有问题 立刻抓住了西装狼 让她下车 西装狼界事情已败露 准备关窗跑路 而琉璃死活不撒兽 并大声呼叫 声音被旁边的搭档小帅听到 见此情形小帅二话不说 骑上小电驴 油门驾到队 搜的一下 直接腾弓冲向了小汽车 以重重的感情 在通波里上 两个围左兰也被抓了起来 而女警琉璃 此时也算松了口气 原来琉璃也是出害者 就在一天前 她正常电梯不必出战 而这两个偷犯狼 却盯上了她 这个女警正在绳电梯 而身后的这个西弗兰 却偷偷地将皮鞋 伸向了女警的短裙下 等等 前面还有一个眼镜啊 只见她的口袋的鼻 也朝向了女警的眉腿 而这一幕 也刚好被巡逻的地铁警察小帅发现 他果断追上了西弗兰上去旁问 便让他脱下皮鞋 果然里面藏了一个摄像头 正正没逮捕他时 西弗兰说你没有证据 随后他拿出了独卡器 擦上了手机给到小帅 小帅一看里面真的没有数据 西弗兰夺过手机就这么走了 来到咖啡厅 眼镜兰取出鼻里的卡 给到了西弗兰 最后插上独感器 画面显示的正是 刚刚被偷拍的女警 西弗兰将视频传到了网络 不一会儿 点赞转发评论率 直接被刷屏 有的时候好新鲜啊 有的时候腿好密 有的时候感谢皮鞋了 等等 就这样女警成了网红 刘灵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偷拍 顿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 巴士一定要抓住她们 于是继续唱着性感短权 躺在地铁上装队 顺被引用猥琐了上钩 这个身材性感的女孩 正躺在地铁上憨碎 这时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停在了她的身边 姐没人注意 她扶起了美女 然后假装关心她 姐美女们也反映 她迅速拿出指甲铁 紧断了她的金项链 然后拿出了小刀 准备割开皮包继续盗窃 这时美女突然一个顶头 再来一个过筋摔 直接把男人给打塌下 原来这个美女就是女警 琉璃 她故意装碎 目的就是要抓住那个猥琐了 她拿出手盔正着 给逮捕她时 旁边的小帅不乐意 因为她想犯长线钓大鱼 可琉璃才管不了这么多 把小帅也一起靠了起来 而此时的小偷也趁机逃走了 琉璃立刻追了下去 但穿着挡心高跟的她 哪里跑得过小偷 一律烟烟的勾 小偷就不见了 可琉璃也不是吃素的 这个地铁站 所有的通道和出口她都了如之大 她开始在拿好里 快速地勾勒出小偷 要行进的方向 和经过的出口 聚散出要结束 她最快的那条路线 然后脱掉高跟鞋 超了进的堵着小偷 小偷立马掉头就跑 一次 两次 三次 小偷跑哪里 琉璃就堵哪里 最终倒在精疲力尽 躺在了楼梯上 只能束手就擒 而琉璃也被冠以策号 地铁幽灵 呦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